我们为什么被创造 阿拉创造是人有伟大的目标 阿拉创造人类并不是只是让人类吃喝睡觉 阿拉创造人类有崇高的目标就是崇拜独一大阿拉 一旦人类一旦人崇拜独一大阿拉 那么他在今世享受心灵的幸福 许多人都背离了正道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身心没有走上端正的道路 如果走上端正的伊斯兰的道路 那么他们不会偏心 因为人被创造就是阿拉让人去崇拜独一大阿拉 一旦人服从了阿拉 崇拜独一大阿拉 那么他会获得幸福 一旦人偏离阿拉指引的正道 那么他会遭受疾病 不管身心的疾病 以及各样的困难 那么